我們上次有說今天要討論那個嗎? 要討論那個16週17週報告的嗎? 要先高通協調還是要抽些個? 喔,你說要討論這個 要討論,就是想要16週17週 好,同學,你們先討論一下,你們先討論一下 你們自己組別,你們先討論一下 你們到底要16週還是要17週報告? 要17週就17週,要16就16,要16就16 但是假如太多只是在同一週的話,我們就... 我們就...我們就... 就...猜選決定,好不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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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沒有,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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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大家確定一下,假如大家想要16的話 一直開起來,那假如大家想要17那16的話就不用提 那不是17週,要17,要17,要17 其實我好全喔 其實我好全一週 通常假如你16週報告的話 16週報告的話會最先第一週報告 所以大概老師會有一比較寬鬆的評價 那17週的話就是你已經看過16週的表演 所以17週要求就比較多比較嚴格一點 但是16週的話就是你只有三兩四個禮拜而已 時間上比較短 好 投入我的這個美主的豬仔你站起來一下好嗎 美主的豬仔你站起來一下 美主的豬仔你站起來一下 我要確認一下 看你考慮的結果是怎樣 美主的豬仔 美主的豬仔 第六組跟第七組你們都沒有豬仔花 第六組第七組的豬仔 第一組豬仔第一組豬仔第二組 第三四五五在哪裡 五六七第八組 第八組豬仔在哪裡 第九組 第九組二零沒有豬仔 人都還有一來 第十組 十一 十二 十三 好 OK 那第九組等級 第九組等級等級再決定零喔 畢竟齁 那個零西要在16 第16週報告幾首 16週報告呢 1 2 3 4 第九組 第九組 組長 贏這兩個人 一個代表嗎 那大家都要16週那就參選吧 呃 分組參 分組參 贏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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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會寬多少? 16都會寬多少? 16都會寬多少,有意思 會寬多少 但是會給你寬多少 應該也不會 也不會差,怎麼但是也會差 等一下你可能是0分,我至少給你一個30或40分 不會0分啊 但是你想要是90分的話,我已經加不上去了 對不對 所以16週 1 2 3 4 5 6 7 8 那你猜 猜輸的就是第17週好不好 剩下的就是16週 1個禮拜要沒女生 因為我們總共有13組 我們總共有13組 好 2 4 8 我要多一個 有沒有要17週 有沒有要17週的 沒有 有沒有17週的 都沒有嗎 都沒有要17週的嗎 那第9組的同學坐下來了 第17週 你第17週 其他的 其他的組別 你們就第16週 你們就第16週 2467 記一下好不好 記一下 你自己的組別記一下 1234567 所以是第3組 第8組 第6組 3 6 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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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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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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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 同步才是三组 哎呦是四组耶 好吧 七组在十六周 另外七组在第十七周 OK 这边七组 好 确定了 好 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 那个林大三的学姐 他们有在 应该是社会学中 社会系中 要请那个苏米恩 苏米恩是谁你知道吗 知道 知道 那她说她们在星期四早上 她可以来演讲 那星期四早上 能够 演讲的时间就是我们这个时间 耶 等一下 要先问一下你们的意见 你们愿意 要去听她的演讲举手 不想听她的演讲举手 好 不想听老师演讲的就是 好 那一天呢 我们可能就是 上课九点到十一点上课 继续上课 十一点请她的演讲 OK吗 所以那个十一点 十一点开始那个 交通讨论就 比较 但是你们的期末进度会不会受影响 可以了 另外一个时间 好 OK 你们可以吗 明娜 你们另外一个时间可以吗 比如说波浊王住TA的时间 因为TA每天在 他只会吃红豆汤圆 他只会吃红豆汤圆而已 好 OK 好 OK 同学 我们继续上课 那个迟到很久没有来的 请TM们记录下来 谁还没有来 已经超过十分钟了 那个上一段礼拜就跟你讲过 上课不要 不要拖太久 现在已经是九点二十分了 已经快二十分了 还没进来 记不记得 我们上一礼拜讲的 我们认识世界的方法是哪个 有种方法 语言 还有另外一个 神话 对 好 这个部分呢 你们现在听一听到二年级的时候 假如你们还要上 有关于文化理论 像后殖民理论 或上所谓的那个 文学分析 都会用到这些概念 语言 跟神话 这概念 那所以你们先有一些基础概念就可以了 好 那所以呢 还记不记得 我们去学习 一些词汇中文 但是西方是没有的 对不对 像什么 走里 对 像什么 穴道 还有呢 气功 还有呢 要冷热 对 没错 好 就是这些东西 气功 穴道 要冷热 走里 或是 大陆 因为一态化政策 所以呢 以后他们可能就没有这些生物了 对不对 比如像我现在 我一个小孩子 以后我小孩子怎么 他会有勃勃吗 他会有叔叔吗 他会有阿姨阿咕咕咕 都没有 所以一态化政策的影响 可能是 这些生物 渐渐的 就会不使用 没有办法使用 因为在自然生活中里面没有办法使用 好 所以我们这些名词 都是跟我们的社会发展是有关系的 不是 不是说他是凭空创造出来的 好 还有像那个穴道 对啊 那个存在说 他知道太阳穴 但是不知道有穴道 好 OK 然后另外一个是 祖先的神话 加到我们怎么去看世界 那为什么叫做神话 为什么叫神话 像华人 同学华人 上次问过各位 你们觉得自己是 大部分都 不要说大部分 几乎没有例外都认为自己是华人 你是华人吗 你说你是一半 是不是 Pinas 你是多少 一半 一半什么 一半是华人 另外一半呢 另外一半是什么 好 不管如何 华人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你以为从2000年前 孔子就说他自己是华人吗 当然不是嘛 对不对 汉朝说他们称自己是什么人 汉人 对啊 那你称名称自己是汉人还是华人 都可以 台湾人很好 很好 那你会不会称自己是唐人 那个马来西亚的同学 你会不会称自己是唐人 不会 有没有泰国来的同学 没有 在泰国他们就是 移民去到泰国的华人就称自己是 就是 就是曹州话的唐人的意思 可是华人这个概念是在 清朝末年才出现的 清朝末年才出现的 也就是大概在 梁启超 梁启超听过没有 好梁启超 那个时候 因为因应西方的 西方的帝国主义的入侵 所以开始出现一个所谓的 中华民族的概念 中华民族的概念里面太 太 怎么讲 太广泛了 所以它创造出一个华人的概念 那华人的概念 是不是 是不是从自古以来我们就是华人 不是 好 所以像以前的 满人 现在在不在 现在 现在有没有满人 有吗 这边有满人吗 满人他是不是华人 是还是不是 觉得满人是华人的举手 觉得满人是华人的举手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觉得满人不是华人的举手 满人不是华人的举手 觉得比较不适得多一点 为什么你觉得他不是华人 他是外族 嗯 好 所以外族的话 现在 还有吗 现在还有吗 现在还有满人没有 现在还有满人 假如他是外族的话 那应该还有一个外族 生活在那边啊 有没有 好像 好像找不到呢 我知道金小刀是满人 金小刀是谁 你知道吗 金小刀是谁 不知道 金虎冲 不知道吗 他是满人 好 那再问一下 以前不是在历史上 不是有一些 有一些 跟汉人打仗的 那个 辽人 辽国 有没有 有没有金人 有没有西夏人 有没有大理人 有没有大理人 那这些人都是华人 是不是 好 这华人这个概念是很 后来出现的 实际上 现在 在中国大陆的很多 可能他是西夏人的 祖先是西夏人 祖先是大理人 祖先是 那个 辽国人 他们讲的语言都跟汉人不一样 可是现在他们都自称自己是华人 所以 神话 我们自古以来就是华人吗 两岸血缘不断吗 嗯 这个都是 所谓的神话 有些人说 我们都说 我们是什么子孙 炎黄子孙 是吗 你这是炎黄子孙吗 搞不好你是那个 大理人的子孙啊 你是那个西夏人的子孙啊 你怎么是炎黄呢 对对对 为什么你不是女娃子孙呢 好 所以你当我们讲炎黄子孙的时候 这是很父权的概念的东西 别像说 我们就是要 崇拜祖先 我们要祭拜祖先 才是孝顺的行为 那你是基督徒 要不要祭拜祖先 基督徒要不要祭拜祖先 这里基督徒举手一下我看一下 有多少基督徒 一二三四 好 需要祭拜祖先吗 我以前说明天不过不祭拜 都有祭拜祖先 啊 这边呢 不拿香 不拿香 那不拿香的话怎么办 就举够而已 可是前面有个牌位吗 那算不算偶像 祖先的话 祖先的话 祖先都已经上天堂了 怎么还会有这个灵位在这边呢 好吧 所以耶义奶奶是基督徒吗 不是 所以耶义奶奶不是基督徒 他们拜 那就是亚义对拜 那也不是亚义对拜 那你就不拿香 但是跟着拜 基本上 那这里有没有一三教徒的 有没有 一三教 马来西亚同学 你们有没有一三教徒的 不是 你不是 那你什么教的 佛教 佛教 你确定是佛教不是道教 你拜什么 观音吧 观音是道教好不好 佛教基本上是不拜的 佛教他佛祖而已 但是他不拜 对 然后呢 你拿不拿香 有 有 同学隔壁的 基督教 你基督教 所以你拿不拿香 不拿 不拿香 拜不拜祖先 没有 拜祖先 好吧 那你是不是华人 华人要祭拜祖先 你不拜 那怎么办 那你觉得你是华人还是基督徒 都是 都是 好 当你两个充足的时候怎么办 怎么办呢 只要给上帝去解决 好 所以我们说我们是华人 我们叫祖先祭拜 可是不要忘记了 我们可能还是基督徒 我们可能是伊斯兰教徒 伊斯兰教徒很多 在那个 在那个 云南 那边 很多 很多回族 所以你们假如有机会去泰国北部 金山脚那个地方 或说去泰国的清迈 他那边就很多从云南移民过去的回族 他们做的牛肉面特别好吃 真的 因为他们不吃猪肉 所以他们处理牛肉 非常会处理 好 那还有像说我们讲的 我们是不是要讲孝顺 从小到大就觉得孝顺是 人世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的 所以父慈子孝母慈子孝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文化传统 同学你觉得你长大以后 你长大就你长大以后 你妈妈爸爸妈妈老了以后 你觉得你应该奉养他的举手 你觉得应该奉养他 你觉得你你觉得这是应该是 不是我的责任 是国家的责任的举手 没有 那你觉得他老了 可是我 他生病很重 不要说很重 他已经是有失智症 他常常在家里 一开火煮饭 瓦斯就忘了关 那就出去打电话打了两个小时 这个时候你又要上班 你要上班 因为伴侣都要上班嘛 不对 你觉得这个时候 你会把他送到养老院的举手 一个 两个 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 你觉得再怎样 也不能把他送到养老院的举手 再怎样也不能送到养老院的 蛤 那个 那个吃咸豆花的同学 对对对对 你为什么不能 不能把爸爸妈妈送到养老院 可能对那个养老院的那个印象 印象不太好 那假如还不错的话呢 当然是要先调查国之王 我说还不错的话呢 还不错的话 再看看 再看看 根据自己能力 可是 就是我觉得OK的话 我当然还是把他留在家 就自己没办法 白天要上班啊 怎么办 不知道 不知道你还举手 可是我觉得可以 应该是可以 可以喔 你现在做就可以了 同学看 想一想想 不能送的这群同学 你再想一下 你要上班咯 是把老人放在家里面 很威胁咯 看护 看护一个要多少钱 多少钱 2万2 阿你毕业以后自己可以 那你干嘛只看护 我自己在家你看不了就好了吗 那师父母还没那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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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那么老 你确定喔 薪水已经15年倒退了 你工作15年以后 你的薪水可能倒退 孩子可以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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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送A 明天送B 后天送C 那大陆一台化政策了 怎么办 您那个老父母导的怎么办 一定送养老院嘛 对不对 四个老人两个孩子怎么办 是啊 你现在四个老人两个孩子怎么办 隔壁的那个呢 老婆有姐 你有姐姐 你为什么配点两胎呢 就是我们那边 就是农村的城市是 最强的城市 农村可以多生一个 对 好吧 算你家好运 可是你们他们入籍城市 你能够入籍城市 没有 你没有城市户口嘛 对不对 对啊 你即使进大学不行 即使 我说你大学毕业以后 就可以有城市户口了嘛 对不对 不会啊 还是没有 没有啊 就是你要签城市的话 就是自愿 自愿怎么样 就是 就是你农村要签城市的话 就是自愿签过去 但是可是 就是农村签到城市之后 可能先 你还是那个农村 农村户口嘛 对不对 对 同学在中国很特别的一个 一个制度 就是所谓的城乡户口制度 它那个制度呢 就跟总姓制度是一样的 你一出生 就决定了你一辈子的命运了 也就是你一出生是在城市 你就是城市户口 你一出生在乡村 你就是乡村户口 乡村户口是不能搬到城市户口的 除了有几个条件以外 好 所以 这个是大陆很特别 很特别的一个人为的 但是人为的东西呢 影响了后来 六十年 叙叙多多的 几十亿人口的 的结果 那革命同学你是城市人口吗 你是城市人口 好 OK 你有没有想象过 你想想象一下的情况 这很小的 OK 不管如何 孝顺 刚才我会碰到 很多我们实际上会碰到的问题 也就是说 你面要工作 那爸妈在家里 很危险 真的很危险 你要把他丢在那边 那刚才讲到一个 所谓的兄弟姐妹 可以互相照顾的 可是这个问题又来了 难道你的兄弟姐妹 不需要工作吗 母亲快 好 母亲快 然后呢 请外劳 是不是 请外劳 请外劳跟送到养老院 有什么不一样 就放在家里 放在家里 放在家里 放在养老院 是放在家里面 比较 感觉比较安全一点 可以看到家人 好 OK 所以 那是有四个小孩子 也可以五千 那只要只有两个小孩子 一个多少 一万 好 一万一 那您是剩下多少钱 一万一 你剩下一万一 一万一你一个月够吗 退休金 你说父母的退休金 父母一个月五千块的养老金 老人年纪 老人年纪 那是在特定的 特定的 您是哪里来的 中立啊 你呢 台南也有 几岁以上有 65岁以上 台北有五千 对啊 那你要搬到海北去啊 高雄有没有 有 但是你要符合一定条件 别想说你有房子 你就不行 你收入有多少 你这个就不行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零五千块的哦 啊 65岁以上之外 还有一些条件 不是 有 当然有啊 不是65岁以上 每个都可以零 像老爸已经83岁了 爸毛钱都没零到啊 为什么 他有钱了 他有钱那就不能理 对 我老外不是他有钱 因为有你啊 因为有我 因为我养他啊 哈哈 我不把他送给他 那已经太好了 哈哈 好 OK 我们在讲孝顺 孝顺必须要有特定的环境 可是当我们 一直在讲孝顺孝顺 那 到底 我们有那个能力吗 所以记不得上次问 你们那个 有一个 身心障碍者 他把他老爸又闷死他 为什么 他一个月只有五千块 你说五千块可以养活他跟他爸吗 不行 那怎么办 对啊 问过你们吧 好的 这些都是神话 像国外根本没有 所孝顺 为什么 因为不同的社会制度 像在德国 国家来负责 就不会是由子女来负责 好 我们都觉得 天经地利啊 本来就是要孝顺啊 国外当然也有孝顺的概念 可是在不同的环境以下 就会不一样 所以呢 比如像说家庭关系 家庭关系 问你们啊 很烦对不对 你自己跳下去 你自己跳下去的举手 你会自己跳下去的举手 一个 两个 你会先救老妈的举手 你会先救老妈的举手 二四六八十三四四四六四八六十六 你会先救你老公老婆的举手 一个好很好 可以嫁可以取 为什么 为什么 奶婆来日方长 讲得太好了 没错 来日方长 重点就在这边 你要跟谁过一辈子 妈妈是一个 可是你要跟老婆过多久 你要跟你妈妈过多久 可以带娶啊 多元成家我喜欢 是这样子吗 妈妈只有一个 可是妈妈可能会比你少走不是吗 同学妈妈可能比你少走 好啦 当然人家讲了 观察是对死人对老人的 所以 听得懂吗 他养你那么久 可是老婆会照顾你那么久 再去就有了 同学 同学 你要不要嫁给这种再去就有的 要不要 你要不要 不要 你要不要 不要 好 怎么办呢 人家不敢嫁给这种 要再去就有的 啊 你也是觉得 再去就有吗 没有 那你觉得怎样 就近的那一个 就近的那一个 好好好 这很实际 这很实际 好 这个家庭关系 其实从刚才各位同学的回答理念 大概可以看到 我们 在我们的社会底下 我们非常强调 不强调 父母跟子女的关系 而不强调 夫跟妻 是这个关系 父母跟子女是上下的关系 垂直关系 夫跟妻是左右 平行的关系 你想一想嘛 你同学你打算 25岁结婚的举手 25岁结婚的举手 这个 好 同学恭喜你 真的是为我们国家贡献难多 大家都不结婚 好 要30岁以下结婚的举手 30岁以下结婚的 好 OK 30到35的举手 30到35 好 35以上的举手 不结婚的举手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 好 很好 你们这些是不结婚的同学 给我们很好的对照组 看看不结婚会不会比较幸福一点 你们想一想 30岁结婚好不好 平均30岁结婚 你要跟你的另外一张过多久 我们现在预期寿命大概是80岁 所以要过多久 80岁减30岁要在一起多久 50年 50年 你爸妈现在 爸爸妈妈现在低于50岁的举手 低于50岁的举手 低于50岁 好低于40岁的举手 没有吗 这一个 两个 你爸妈 你妈妈 还有你妈妈几岁 39岁天哪 37 39 天哪 我都可以做你们阿公了 哈哈 天哪 这么小 好 我们假设40岁好了 50年 50年 然后几岁 只要50年后你爸妈几岁 加你90的嘛 对不对 加你90的 那大部分同学 你爸妈在45岁上校举手 45岁上校 好 可以大部分45岁上校 50年后几岁 90岁 你只有90岁 你可以跟他过几年 从现在开始可以跟他过几年 嗯 想哭了 哈哈哈哈 好孝顺的女儿啊 想一想他讲他们现在50岁 他活到100岁的机会怎么样 那现在39 40岁 活到90岁的机会怎么样 我都全部的平均只有80岁而已 平均明明是80岁 所以从现在开始 到他去世可能就只有 40年左右的时间 甚至30年左右的时间 你觉得哪个会跟你过得比较久啊 他跟他在一起 哈哈 好那最好还是干脆算了 你的老婆怎么办 或者你的另外一半怎么办 好 所以 我们整个从小到大 我们的社会价值观是很强调孝顺的 也就是很强调上下 这个主轴 所以呢 也会说很强调祖先崇拜 因为透过这个父母走 才能够往上去发展 可是 老婆跟儿子 老婆跟儿子 对对对 问一下 假如是你的老婆跟你儿子 掉到河里面 你们要先救谁 儿子再生就有了 哈哈哈哈 你确定 哈哈哈哈 你确定生得出来 哈哈哈哈 嗯 好残酷 你会先救另外一半的举手 你会先救另外一半的 你要先救你的子女的举手 就要先救子女的还是少一点 为什么你想先救子女 你啊 都是比较重要啊 子女 为什么 你怎么跟儿子那样先救谁 当然先救你儿子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为什么 因为 你的感觉比较可以依靠 你也比较可以依靠 贴心孝顺 贴心孝顺 所以 所以 那个 那个 假如儿子的话 为什么不贴心孝顺 那刚才前面那个 他先救妈妈啊 对不对 我是不是有他这种儿子吗 好 为什么当妈先救自己的另一抱 不先救儿子 子女 可以再生 好这是一个好理由 可以再生 还有呢 不是要可以再娶妈 你刚才的意思 爱 小孩子爱比较久吧 小孩子没有难讲 为什么爸妈妈就比较久 好不管如何 好不管如何 来来来 来 我们讲一下不同文化 不同文化 在汉人的文化底下 我们很强调是父母轴 父母轴 但是在越南 在越南 基本上他们是以小家庭为主 他们即使受所谓的儒家文化影响 但是呢 他们这个夫妻轴 传统上还是保存下来非常重要 像他们有一个民谣 就是大概是这么讲 他说爸爸的功如泰山 妈妈的义如流水 夫妻的情义可以使东海的水干额 他的东海就是他们越南的东边 也就是我们称的南海 爸爸的命令不如妈妈的终身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 夫妻 爸爸跟妈妈是一样重要的 爸爸的命令跟妈妈比起来 其实妈妈可能更重要 然后夫妻的情义非常重要 他可以 有一句话叫什么 两人同心齐力断金 是不是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华人家庭 很强调父母跟子女这个关系轴 但是在许许多多的社会底下 比较强调的是夫妻轴 而这个会改变的 比如像德国 德国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 还是以父母跟子女手为关系 因为那时候父母要靠子女抚养 可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 卑斯曼 迪斯曼 伊斯玛 他开始创意了一些社会福利 开始有一些退休金 开始有一些社会福利保险 渐渐的这个责任转交给国家以后 夫妻轴就变得比子女父母 这个轴线变得更重要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想到 这个万古不变的 什么孝顺这些东西 也会随着时代再改变 所以这里再讲了为什么叫神话 刚才讲的为什么叫神话 也就是说 刚才我们讲的那些事情 听起来都是一辈子不会变的 永久不会变的 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子的 其实都不是 都不是 都是特定环境以下的 论点 好怎么样 所以政府怎么样 我们常常看到的 就像新加坡政府 或台湾政府 他就会说 包括现在大陆的政府也一样 抚养父母就是你子女的责任 那刚才我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当你们都出去工作的时候 怎么办 当大家都必须工作的时候 谁来抚养 现实上会有困难 现实上会有困难 所以 也就以前农业社会 你当一个老人放在家里面 我出去种田玩 以后回来再看一看没事 OK啊 可是现在是你们出去工作 是不是一次就要半个小时到十个小时 你有可能回中间回家吗 不可能啊 所以基本上 华人的这些国家 都觉得说 照顾父母都是要子女责任 但是当社会结构改变的时候 你就不得不面对了 就像现在台湾开始的老文化的问题 你要面对它怎么办 好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所有主线神话 等一下我们再回来讨论 好 接下来 我要讲的是文化的议题 就刚才讲的是我们的华人文化 说过去我们认为的 一个文化怎么叫我们认识世界 同学 这里有坐过高铁的军手 高铁 好 坐过高铁有被查过票的军手 被查过票的军手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五个 好 坐过台铁的军手 台铁被查过票的军手 都有被查过票的经验 来来来 好 我们讲高铁好了 那个女同学 你被查过票 对不对 你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被查票的 坐在椅子上 坐在椅子上 坐在椅子上他就过来了 然后就说各位女科你好 我现在看什么票 他没有讲 他没有讲 他就直接走到你旁边 然后就走到你眼票 我看一下你的票可以吗 好 然后呢 然后被抓 被抓 什么意思 什么叫被抓 如果我买找鸟票 其实我们坐不是找鸟票的位置 不是找鸟票的位置 所以坐在哪个位置 坐在自由座 还是坐在 自由座 是坐在自由座 还是坐在那个非自由座 就是有排位置的 指定席 你坐在自由座 你坐在自由座 好 OK 自由座 来 来 问这个问题 以后你可能会碰到台铁 这个 这个 不是台铁高铁 他可能会查票 而且 他因为他现在目前有一套系统 也就是说 他那个高铁 前面那个 九个车厢 他有指定座位的话 他就会 显示出来说 这个位置 这一票 这张票有没有卖掉 这个位置有坐在 他有感应 所以就知道说 你坐的这个位置 是不是卖掉的位置 所以假如去坐到一个 没有卖掉的位置 你坐在那边 他就会去问你 但是假如你坐的位置是 卖掉的 他就不会去问你 你知道吗 你知道有这套监控系统 知道吗 谁坐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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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们聪明的台湾人啊 谁坐在那边 但是你们聪明的台湾人啊 好学习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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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来我问一下 假如你碰到 查票的时候 你会乖乖的自动保票拿出来 给业车长看个举手 哇 一堆庶民 你死都不肯拿出来 举手 有没有 躲在那边 你干什么 我有买票啊 我有买票啊 可是 可是 来来 问一下同学 你为什么会乖乖的自动 把票拿出来 来这位女同学 就是你 对 对 为什么你就会自动乖乖的 把票拿出来 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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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莫你奈何啊 怎样你不拿出来 我真的读书 我就很烦 他在跟我这样子吵我 可是你是在跟隔壁的同学 在打牌呢 他一直吵你说 票给我拿出来 也还好 可是我就不爽啊 怎样 打好了 打好了 后面的同学 来我问你 你手好了没有 天啊 好 假如说 列车找人给你查票 我手已经是摆成这样子的 另外一只手在喝茶 你要不要给他看 你会给他看 就给他看就好了 为什么你觉得要给他看 他要查你就给他看哦 假如有一天你去小七买东西 你就付完钱了 然后呢你走出去 突然间有人说 对不起我再看一下 请请把你的那个发票再给我看一下 是电源啊对啊 你再给他看一下 假如说他在门口再找一个人站着 所有数据人再检查一次呢 你要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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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是啊 一样的一样的情况 一样的情况 对 一样的情况 对 你觉得呢 哦 现在改成改成便利商店出去 门口有站的人 在那边检查 你就给他看就好了 就给他看哦 你就付钱 重点来了 你都有付钱了 你都有付钱了 为什么他还要再查一次 为什么 那在后面的女同学 你觉得你会 小七那个情况之下 你会再给他看吗 不会 为什么这时候你就不会了 对啊 一样啊 高铁也是很难作弊 不是吗 高铁怎么作弊 我说自由做去坐前面的位置 会被人家叮咚 人家就知道 他说这个位置没有人的票 你要逃过来坐 还有呢 他什么时候可以逃票 买什么 买到高雄坐到买到台中 然后坐到台北 啊台北你怎么出去 对啊你怎么出去 那你怎么离开进去 但是不能出来啊 不是吗 买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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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办票出去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出去的那个杂口会叮咚 生意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吗 买爱心票 爱心票 要有证件 要有证件 对要有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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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所以 为什么你要给他查票的时候你就要 你就要给他看呢 我买票了没有 我买了 就跟我去小夕买东西 付钱了没有 付了 可是你出门的时候还要有一个人来帮我 那感觉是什么 那是他的工作 可是对我的不尊重啊 不是吗 好 你们知道 有去过欧洲的举手 有去过欧洲 有去过欧洲 有坐过地铁的举手 你是哪一国的地铁 英国的地铁 还有呢 还有其他国家的地铁 德国的也有 德国你也坐过 好 德国跟英国有什么不一样 忘记了 有没有坐过 欧洲的系统的地铁的 有没有 火车 火车 对 火车也一样 火车也一样 我们现在高铁跟台铁是进去就有个砸口 好 在欧洲 欧洲 你们看那个什么 看那个 哈利波特 他们有那个砸口吗 英国火车没有砸口 没有啊 英国地铁是有砸口的 但是 德国的地铁 德国的地铁是没有砸口的 德国的地铁没有砸口 火车 火车站 基本上也是没有砸口的 那怎么办 他们是上车验票的 对 上车以后 会不会随时有人来跟你验票 不会 不会 意思是什么 就是他信任你是有万票的 是啊 是啊 啊为什么我们的台湾的高铁 是什么基于什么情况之下去设计查票系统的 对 基于说不信任你 那另外一个是基于信任你而设计出来的体系 啊 我就常常在高铁上来查票的时候 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要跟我查票 他说为了 通常听到的第一个说法就是 这是我的职责 这是你的职责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是你的职责 那我是问你说 你为什么要查票 你跟我说这是你的职责 这个基同样讲 他没有跟我讲理由 好 第二次他就跟我讲 为了保障乘客的权益 我说保障乘客的权益 你保障谁的乘客的权益 什么权益 他说他怕你做过头啊 他有做过头 他有做过头 那是我的事啊 跟你什么事啊 然后后来他就说 为了怕有人像那样子 买了什么票 然后去做什么事情 我说对啊 这个事情有啊 但是那是你去查他们啊 你不应该查我啊 不是吗 他不知道是谁 因为不能把书 就像我们现在班上 有人钱包掉了 我们可以全班所有人都查吗 当然不行啊 谁说可以的 法律上那样不行啊 这是人权问题 你知道吗 对啊 所以这样有一个同学 他钱包丢了 你可以叫所有的同学 留下来收您的书包吗 当然不行啊 这一样道理嘛 对不对 当高铁说 有人会逃票 但是逃票干我什么事呢 我不是已经买票了吗 你可以说 因为有人逃票 这全程人都要查 这合理吗 好 不管如何 所以我在高铁上 我绝对不给他看票的 为什么 因为我就常跟那边 那边讲说奇怪了 我进来要刷一只卡 我出去要刷一只卡 然后呢 你们在进出杂本的地方 都有人在那看着 对不对 记得吗 我可以这样跳出去吗 不可能啊 然后假如是什么 爱新票 他会叮咚两声啊 所以不管如何 就是这个文化 基本的概念 也就是我们整个体系的设计 是基于不信任 这个蜘蛛在设计的 但是欧洲的地铁火车 是基于对人的相信去设计的 所以课本里面有写啊 对不对 有写到这个 不同的概念 不同的文化概念 就会设计出完全不一样的制度出来 好 所以我们要怎么去改变 这是另外一回事 那同样的 比如像说 这不同的体系设计 先说不同的文化价值 那怎么这张不太一样 这个是新的版样吗 好 OK 还有另外一个我问一下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高等教育 我们现在高等教育嘛 对不对 你们现在一年一个学习付多少钱 三万 那一年呢 一年多少钱 六万 马来西亚同学 你们那边一年付多少钱 大学的话一年大概多少钱 要干什么科系 要就是社会学行 社会系最便宜的科系来 人文来人文来 humanities 大概多少 我们台湾的医学系来辅导钱 国立大学什么医学系 C1差不多 我们只付三万多 美国一年六七万 Chris 你知道美国得多少钱吗 46-50万 哇 一年150万台币 150万台币 天啊 天啊 这都比我一年薪水还高了 那是私立的学校 私立学校 那生一年薪水呢 120万 120万 好120万 我一年谢谢购付哦 天啊 150万 然后我们台湾的私立大学一年多少钱 大概就公立的两倍左右嘛 是不是差不多 五六万左右 好同学 你们觉得大学应该是免费还是使用者付费 使用者付费 使用者付费的举手 好 啊使用者付费 这里举手的举手 没有啊 你知道我们一年花多少钱在你们身上吗 你知道吗 国立大学 国家一年花多少钱在你们身上多少 你知道吗 你知道蛮多的就好 一年至少花了15万 一个学生一个同学 国家一个人补助你15万 你要不要再补贴 你要不要自己付15万 要不要 应该要那你要不要吗 应该要那你要不要 对啊 好 你觉得使用者付费吗 对不对 你觉得15万自己愿意付的举手 对 自己愿意付的举手 没有人愿意 那你讲什么使用者付费 一讲使用者付费 他讲的狼狼上口 偷偷吃到 诶 叫你付钱你就不要了 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学位 我说呀 现在就要提高学费 你要不要 现在付到就是刚跑15万左右 要不要 这什么 就不要考 可以啊 可以啊 就说都不要考玻璃的 可以啊 你就不要来考啊 不要考重商 不要考太大 可以啊 然后一年你们要付25万 现在7万再加15万 22万的学费 没钱 就看你要不要念 啊 所以现在就是有钱 可以 应该没钱的人怎么办 没钱的人去工作 所以他一辈子是保媒 一出生下来就跟 就跟那个走进制度一样 借你就借你一辈子 怎么办个漫图 就学贷款 就学贷款 国外很多 哈 哈 你看长春的大学是谁在念的 你们要看前一阵子那个资料吗 他有去台大跟那个私立大学的清韩学生的比例 对啊 啊那个呢 那个私立大学的呢 99% 是啊 啊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这些你国家补助一年你15到20万的人付那么少 而且家庭都还不错 那为什么清韩的人他就倒霉 为什么 嘴巴讲 使用者付费啊 就你们都不愿意付费 而且你家里经济情况还是比较好的 不愿付费 啊那些穷的人 就要使用者付费 为什么 一样的 在欧洲 全世界 全世界 除了美国跟英国之外 高等教育 活在欧洲 欧盟 高等教育是不用钱的 人去法国 去大麦 去德国 奥地利 任何国家念书 他们的高等教育是不用钱的 为什么有大部分的国家是不用钱 但是您却相信 谁有什么付费呢 欧洲 欧洲有几个国家 对啊 我说欧洲有几个国家 欧洲 欧盟现在几国 对啊 少了英国 这一国还有几国 对啊 二十六个国家是免费的 嗯 税高 税高 税高没错 所以问题就是在于说 高等教育第一个想到的 为什么你们想到的是一个使用者付费的概念 而不是想到一个说 哎 我们为什么不能对有钱人多磕一点税 来提供大家免费的高等教育呢 会怎么样呢 那要什么 那要资源 为什么呢 那真的 我还是经济成长很好啊 丹麦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 他们课税 到有些课多啊 他们那个累计税率 最高税率达到百分之七十 去年有三个丹麦学生来这边 交换学生 然后他就说 台湾的学费 中生的学费 比他们的学费还贵 比他们的学费还贵 对啊 没说啊 是比他们贵啊 他们那边一年讲多少钱的学费 其实不是学费注册费 大概就是一百欧元 一百欧元大概四千块台币 一年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每个学生 每个月 领大概一千欧元的奖学金 每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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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假如你是住 你不是住家里的 你住在外面的 生活费更高 在补贴你大概是多一万块左右 百币一万块左右 对啊 为什么要使用者付费呢 人家也是这样子过得很好不是吗 很高的税 对 所以这就牵扯到我们价值的选择 为什么我们都想到的就是个人主义的方式 你就有能力你就去付钱 你就去 而不是用集体的方式 比如像 搬卖 课高税 大家 共同集体承担这个教育的责任 可是从小到大 你们所说 所接受的训练 外面听到的消息 包括你的课本 强调的都是竞争 个人 努力 成就 这样子的文化价值 你没有想过可能另外一个文化价值 就像这种 人家是信任你 所以你说刚才你又说可能会有人滥用 这是你对人的不信任 为什么不相信大家都是 可能是为了这个社会改变改进而去做的呢 所以 各位毕业有机会去欧洲念书 真的不用钱 真的不用钱 包括外国学生也不用钱 不是像美国或英国那个样子 所以啊 所以他们才要给学生生活费啊 外国学生 你要不要缴税吧 你没有缴税 你没有缴税啊 假如你身在那个国家 你爸妈要缴税 那OK啊 是啊 啊我不要说外国 那国内嘛 我们现在台湾嘛 台湾我们要不要高等教育免费嘛 还是高等教育去自由化嘛 所以就是变这样子 对 你没有不愿意 就这是我们价值的选择 我们价值的选择 我愿意啊 求人他就低税率不用税 他所谓的逆向课税啊 逆向课税就补贴他 到底排名有什么意义呢 大学意义 你大学排名的意义在哪里 我们 我们在追求知识 学问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追求排名 他追求我们人类生活的改变 刚本教育一样啊 你刚本教育的研究目的是什么 大学设识品 那既然是设置识品 为什么都是有钱人 在付得起设识品 是啊 啊台湾呢 是太平洋认大学吗 你们是因为太平洋认大学吗 你们这里是因为太平洋认大学许首 这个跟整个社会价值有关系哦 比较德国为什么他可以说 你不要认大学 你去念那个 你去念那个 你去念庄坑 为什么 出劳薪水差不多嘛 为什么要出来薪水可以差不多 就他们很强大的工会 工会可以去跟资方谈判 我薪水要多少 台湾有工会吗 有吗 在哪里 在哪里 在哪里工会在哪里 台湾没有工会嘛 你念庄坑职业就要毕业 你去做水电工 水电工 你可以拍电影 好 水电工 水电工 你可以赚多少钱 你有办法去做谈判吗 技术工夺赚 可以做多久 然后为什么大部分都是22k 就我看到的薪水真的是22k嘛 你不要跟我讲说某些人算 某些人是没有没有说某些人啊 可是为什么平均算下来就是某些人特别 特别倒霉 同学 这个就是个人主义的思考模式 跟社会学思考模式不一样 各位还是在一个 个人努力啊 个人去负责啊 个人怎么样 每种个人主义的思考模式 没有想到一个社会制度 文化理性 可能带来非常不一样的结果 你说为什么你认为 不是念国立大帝就是有权 统计资料啊 可是也是有权 对啊 没有说来吧 好 好